二氧化碳我们应该比较熟悉,温室效应的元凶,最重要的是它是中考化学中的常课,能生成二氧化碳的方法有很多,比如人和动物的呼吸作用,木炭蜡烛的燃烧,碳与氧化酮反应,碳酸纳粉末与锡盐酸反应,块状石灰石与锡盐酸、锡硫酸或者浓盐酸反应等等,那么问题来了,我们在实验室用这个来治取二氧化碳,大理石或石灰石和锡盐酸反应,生成氯化钙,二氧化碳和水。 那为啥不用其他的呢?其实对于原料选择要注意,治得的气体要纯净,反应速率适中,操作安全方便便于收集。那,来分析一下其他这几个行不行。首先,利用人和动物的呼吸作用,有点不太现实吧,先不说呼出的气体中,有大量的像氮气这样的杂质气体,就是动物也不太配合工作啊,放弃。 而这两个,因为都用了气体作为原料,如果气体没反应完,就会变成杂质气体,使制作的二氧化碳不纯,放弃。 这个呢,也太土豪了吧,用到的氧化酮比较贵,而且反应条件比较高,是高温。 就算我们比较土豪,不差钱,单凭实验过程中,有氧化碳这种杂质气体生成,也会被pass掉。 再看这个,碳酸钠粉末与锡盐酸接触面积比较大,反应特别剧烈,迅速产生大量浸泡,所以不易收集,溜掉吧。 而石灰石和锡硫酸反应会生成硫酸钙,硫酸钙微溶于水,会覆盖在石灰石表面,妨碍石灰石和锡硫酸的接触,使反应逐渐停止了。 这个也不用。最后一个,浓盐酸有较强的挥发性,挥发出氯化氢气体,导致所得气体不纯。 基于这四条原则,我们还是选这个来制选二氧化碳吧。 各位搬了这么多,总结一下就是,实验室致气体原料的选择,一定要符合原料选择的原则,而二氧化碳秩序选这个原料,你学会了吗?个个蛋。